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大规模倾销 包含药局周一诊所都有足迹 台南淹水区一口气多了四例本土 他们都是跟案20974 养鸡农曾经搭同车去复健 因而遭到匡列裁剪确诊 至于游览车相关高雄也多了两例 自住餐店员姐姐拜访的客户确诊 而她的丈夫也染疫 游览车相关累计17人确诊 21037这个家人 然后再传染给她的同住家人是21056 所以大概已经进行到第四波的传染 8号除了台南跟高雄有个案 依赖也多了两例 都是先前的境外移入家庭群聚相关 整起事件是因为按20395 帮正在检疫的妹妹送餐 因此被传染再传给同事 而姐姐曾在2月23号 也就是发病前一天到妈妈家 妈妈和哥哥解隔离前 裁剪因转阳 她把这个餐点送到门口 也没有说有开门 或者是甚至开门交谈等等这些情形 那当然染疫就是说也不排除 说有一些这个气流相通的这种可能性存在 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游览车群聚 疫调中发现新北案案20913 曾到过新北设计师群聚个案案20248的加州 曾经跟外傭接触 但案20913跟外傭在疫调时都忘记这件事 如此一来是否违法 大家要给这些个案还是保留一点空间 谁因为想不起来而要被冠上这个罪名 我想应该大可不必 洛一军话说得很重要 大家别安罪名 毕竟疫调拼凑每块拼图 不一定能百分之百 只希望给确诊者多一点空间 TV本新闻连至江明汉旧宣SRG小组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